朱亨家叛乱并未给朱玉剑造成多大的麻烦 或者说 朱玉剑现在面对的最大困难 并不是满清政权 而是对内部的掌控 如何完全掌握福州政权 是个很大的考验 朱玉剑曾坐过两次大牢 从好的方面来看 坐牢让他养成了坚韧不拔的性格 在面对困难的时候 不轻易低头 始终对未来怀有期待 而且他为人比较朴素 从不奢侈挥霍 把省下来的钱都用在国家上面 但长时间坐牢也让他与世隔绝 朝堂上的大臣都是陌生的面孔 以前没产生过交集 他不知道该相信谁 在大力招揽人才的同时 又不敢轻易放权 所以 尽管内阁有二十几个人 但只要建议权 没有决定权 所有事情都是朱玉剑说了算 朝堂之外各地军阀 虽然表面上服从福州政权领导 但朱玉剑没有调动他们军队的能力 不能调动军队 就意味着这种服从关系是虚的 此时 真正听从朱玉剑指挥的 只有赣州和南安梁府 像是梁广云南 贵州等地的军阀 根本不听他的调令 更重要的是 朱玉剑所在的福州 实际上 也是郑洪魁 郑之龙兄弟俩的势力范围 梁广总督丁魁楚 是一个投机分子 作为幻海官场十几年的老油条 在崇祯时期就担任胡广总督 后来大明灭亡 洪光政权建立南明 丁魁楚在马世英的带领下 宣布效忠洪光皇帝 当洪光政权覆灭 福州政权建立后 他又第一时间宣布效忠朱玉剑 起初朱玉剑认为 丁魁楚此人颇具家国情怀 不但赐给他一大笔财物 还让他继续留任梁广总督 后来才发现他只是个官场投机分子 朱玉剑曾试图调动丁魁楚的军队 但他百般推托 就是不答应 即便如此 朱玉剑也拿他没办法 丁魁楚只是偏安易于 不听指挥 但也不和皇帝反着来 而盘踞湖南的河腾交 就是一个大麻烦 河腾交是崇祯时期的旧将 此前一直在左良玉手下做事 宏光时期 左良玉反叛 河腾交被迫跟随一起出兵 实际上 河腾交并不想与洪光朝廷为敌 于是在半路他便逃跑 辗转来到了长沙一带 纠集了鲁印锡 傅尚瑞 张矿等部将 又招抚了当地一些土匪势力 没过多久 就在湖南地区做大 是名副其实的军阀头子 后来 李自成被阿基格一路赶到襄阳 并在此一带流窜了几个月 但不巧的是 当年五月 李自成突然在九宫山附近神秘失踪 关于李自成的失踪至今是一个谜 关于他的死 没有史料给出明确且真实的答案 作为大顺军的领袖 李自成的失踪 突然让整个军队混乱不堪 为了争夺李自成的位置 李自成手下的田建秀 元宗帝 游方亮 游体纯 吴汝义等人 争当首领 但彼此之间没能达成一致 也没能力消灭对方 于是 各自率领残军逃到湖南一带 由于情报失误 何滕娇以为来到湖南的是普通流寇 得知流寇来到自己地界上来作乱 瞬间怒火中烧 何滕娇本身就是靠评判土匪流寇起家的 在打击流寇方面非常有经验 如今作为雄霸一方的诸侯 他认为 动动手指就能捏死他们 于是 派长沙之府周二南 副总兵黄朝轩 率领两千兵马前去剿匪 实际上 大顺军残部来到湖南 并不是为了作乱 更不是找何滕娇打架 而是真心实意前来谈合作 他们想和南明联合起来一起抗清 共谋大业 所以 在周二南率兵前来围剿的时候 大顺军为了表示诚意 直接选择后退 避免冲突 这一撤不要紧 直接让周二南以为对方不堪一击 于是乘胜追击 对大顺军穷追猛打 看到此情此景 忍无可忍的大顺军选择回击 于是瞬间把对手全歼 包括周二南在内的主将也被杀 何滕娇得知战报后才知道 他面对的不是普通流寇 而是此前让人闻风丧胆的大顺军 于是赶紧布置城防 以当时的实力来看 如果大顺军想猛攻长沙 一定能够拿下来 但大顺军没有这么做 而是派人前去继续商谈合作事宜 何滕娇自知实力不济 也借泼下驴同意了对方的请求 于7月份双方达成了合作协议 田剑秀等一杆大顺军残部 悉数被招致何滕娇麾下 授予南明官职 正式成为南明的官员 此战虽然让何滕娇损失两名部将 但收获了数万大顺军残部 一时间湖南的声势无比浩大 再加上阿基格已经在6月份奉命回撤京师 如果此时何滕娇选择北上直取武昌 在顺江而下拿下南京 或许南明的历史会就此改写 但历史没有如果 何滕娇此时根本无心北上 他要做的是如何消化这数万大顺军 大顺军虽然战斗力很强 但属于流寇出身 尽管他们现在归降了何滕娇 但自诩为正规军的何滕娇等人 一直看不起他们 虽然现在已经归降 但军队还归原先的主将率领 对何滕娇来讲 这是一个很大的隐患 于是他想方设法地来化解这个危机 李自诚失踪之后 大顺军内部就失去了一呼百应的人物 内部矛盾非常突出 要不是还挂着大顺军的牌子 他们早就开始互相厮杀了 何滕娇敏锐地察觉到他们内部的矛盾 并加以利用瓦解他们 在李自诚册封的众多将领中 则侯田剑秀 锦侯原宗帝 虽然爵位要比好姚旗 王晋才他们高 但兵力却不如他们多 因为大顺军有规定 爵位高的将领 在战斗的时候要冲在前面 越是在前面冲锋 死伤肯定会越多 因此 在清军的围追堵截下 田剑秀 原宗帝每个人手里只剩下数千人 而爵位比他们低的好姚旗手里 有四万人 王晋才有七万之多 爵位和兵力不对等 必然会形成心理落差 在李自诚活着的时候 还能控制住局面 李自诚死后 将领们的矛盾越来越公开化 为了离间大顺军的内部关系 和藤娇刻意拉拢爵位低 士兵多的好姚旗 王晋才等人 而让田剑秀 袁宗帝 刘芳亮等人坐冷板凳 为了进一步打压大顺军 和藤娇还不给他们安排驻军的地方 也不提供良想 无奈之下 大顺军只能出去抢劫百姓 和藤娇时刻准备着 等大顺军一动手 就派人进行抓捕定罪 这让大顺军几乎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 如果此时大顺军能够团结一致 凭借自身十万兵力 直接把和藤娇拿下根本没有问题 但此时大顺军内部已是一盘散沙 虽然田剑秀等人资历较老 但水平一般 不具备一呼百应的能力 所以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军队被瓦解 经过这一系列操作 田剑秀 刘芳亮等人 感觉没有必要再留在此地 但天地之大 他们又能去哪里 如今 祥明这条路已经被堵死 要想寻找活路 只能北上祥清了 下定决心后 田剑秀秘密派人 到武昌联络湖广总督 童养河 表达了归祥之意 此时的童养河 虽然坐镇湖广 但阿纪格大军撤退后 就开始兵力空虚 无法和湖南的河藤礁正面对峙 如果能把田剑秀等人的兵力 拉拢过来 会是一个很好的补充 童养河对于田剑秀等人的归祥很上心 双方经过一番谈判后 确定了官职 良响 筑地等核心问题 一般来讲 事情谈到这一步 基本上已经妥了 但一个看似不起眼 却有十分重要的因素 让这次谈判失败 就是发型问题 按照多尔滚的指令 所有的降将必须剃发 没有缓和的余地 而大顺军死活不同意这个条件 最终因为发型问题 双方谈崩 虽然和清军谈崩了 但也不能继续留在湖南 就在走投无路之际 忽然传来 另一支大顺军残部 在高一公 李锦等人的率领下 占据了荆州地区 此前在李自成占据北京的时候 高一公他们就在山西一带布防 北京陷落后 他们辗转来到荆州一带 并建立了根据地 田剑秀听闻之后 果断率军前去投奔 最终 除了王晋才 郝瑶齐等人留在湖南外 其余大顺军基本上 都跟随田剑秀去了荆州 对于这个结果 和藤娇很满意 既赶走了温神 又守住了湖南的地盘 自此以后 悠哉悠哉地坐着土皇帝 丁奎楚 和藤娇这样的土皇帝 虽然让朱玉剑比较头疼 但不能直接威胁到他的政权 而身边的郑之龙 表面上对他恭恭敬敬 实际上把他当作了傀儡 真正能直接威胁皇权的 是平鲁侯郑之龙 定鲁侯郑鸿奎 永胜伯郑采 和成继伯郑之鲍 而势力最大的就是郑之龙 郑之龙是泉州人 自小不爱读书 对考取功名仪式非常不感兴趣 1621年 18岁的郑之龙离开老家到了澳门 跟随自己的舅舅学习做生意 由于他们做的是海上贸易生意 因此长年来往于东南亚各国 并在日本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 郑之龙的野心一直很大 为了进一步施展报复 他加入了李旦的海盗集团 并在里面混得风生水起 成为李旦的左膀右臂 李旦死后 将自己经营的海盗集团留给了他 在此基础上 郑之龙一边进行正常海上贸易 一边干着走私海上劫掠的活动 后来郑之龙又在台湾一带发展 眼看生意越做越大 此时荷兰人占领了台湾 并成立了荷兰东印度公司 和郑之龙产生了直接利益冲突 面对拥有世界上最先进大炮的 荷兰东印度公司 郑之龙并没有选择退让 而是想办法把对方干掉 此前大明三番五次地 对郑之龙进行招降 不过他没答应 因为他的海上活动 并不依靠朝廷 此次为了对抗荷兰人 郑之龙选择投靠大明 并升任总兵都督 有了官方背景后 郑之龙开始在福建一带招兵买马 郑之龙在招募士兵的时候 给的军饷要比朝廷的高好几倍 因此大量青壮年投奔郑之龙的队伍 经过多年准备 郑之龙准备和荷兰人决议死战 1633年 郑之龙率领庞大的海上战队 击溃了荷兰人 一跃成为东南亚最大的海上霸主 当时 全世界商船在这一带活动都要经过郑之龙的同意 凭借对海上贸易的垄断 再加上有自己的军队保驾护航 郑之龙积累了大量财富 真正达到了富可敌国的程度 宏光时期 为了拉拢郑之龙 南明册封他为南安博 统领福建全境 正式承认了他的军政大权 郑之龙是一个很有分寸的人 他知道 朱玉剑在自己面前就是一个傀儡 但他并不想做皇帝 尤其在这种乱世 皇帝就是一个吉祥物 为了让朱玉剑对自己放心 他送了很多金银美女给皇帝 如果龙武政权的皇帝不是朱玉剑 而是其他人 他会毫不犹豫地做个傀儡 但朱玉剑是个宁折不弯的人 他不想成为朝廷的摆设 而是想干一番事业 所以 必须让郑之龙乖乖听话 甚至让他把兵权交出来 基于这种背景 朱玉剑和郑之龙之间的博弈 一直在持续 而且双方互不相让 朱玉剑没有兵权 又想摆脱傀儡身份 于是加强了以文制武的朝廷制度 大明灭亡之前 一直都是采用的这种制度 武将有兵权 但没有财政权 军队的良响都需要文官进行剥复 通过这种制度 让拥兵自重的武将 也不敢太嚣张跋扈 即便是宏光时期的四镇总兵 在马仕英和时刻法面前也不能完全放肆 因为还需要靠他们来拨付军饷 也就是说 文官之所以能制衡武将 是因为手握财政权 可郑之龙不仅有军队 手里又有钱 根本不需要国家来拨付良响 在这种情况下 以文制武就是一句空话 在郑之龙身上根本不起作用 郑之龙不想造反 但不代表他甘于在文臣之下 于是他准备向文臣发难 当时龙武朝廷的首席文官是黄道州 首席武将是郑之龙 按照明朝的组制 黄道州在作次方面 应该排在郑之龙之前 但郑之龙对此事不爽 安排手下多次上书 并弹劾黄道州 请求皇帝把首府之职交给郑之龙 朱玉建知道 这是郑之龙在背后指使 他不但没同意 反而在朝堂上位黄道州撑腰 至此 朱、郑两人的矛盾 算是彻底公开了 有一次 朱玉建打算率领群臣去祭祀 但郑之龙、郑洪奎兄弟 假装生病没有前往 户部尚书何凯 为此多次弹劾郑氏兄弟 何凯的举动受到了朱玉建的赞赏 因此提拔他为金都玉使 后来 何凯在与郑氏兄弟的斗争中 败下阵来 辞官回乡 而郑氏兄弟派人假扮强盗 在半路上进行拦截 将其割掉一个耳朵 以此来向朱玉建示威 朱玉建只能忍气吞声 又无可奈何 后来 朱玉建杀掉前来鲁坚国派来的使者 直接让君臣之间的裂缝 到了无法修补的程度 在北上抗清问题上 朱玉建想利用郑之龙的军队 实现光复故土的愿望 而郑之龙只想偏安于福建一带 做个逍遥自在的海盗王 这不同于普通的朝堂争斗 而是涉及到核心利益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 导致朱、郑二人 必有一场大矛盾爆发 1645年 翼王朱有本在江西一众官员的拥戴下 宣布起兵反清 与此同时 辅州也爆发了反清起义 为了拉拢这些力量 朱玉建命令郑之龙率领前去接应 坐拥20万大军的郑之龙 对此并不同意 他并没有直接拒绝皇帝 而是说 镇守福建边关需要十万大军 另外十万大军正在操练 最快也得等到明年春天才能出动 除此之外 郑之龙还告诉朱玉建 出动大军前去接应需要花钱 而且是很大一笔钱 现在福建和梁广的税赋 不足以支撑大军前往 在钱方面 郑之龙并没有说谎 现在国家的税赋 的确无法支撑20万大军 但郑之龙自己有钱 只是故意这样说为难皇帝而已 后来朱玉建提醒郑之龙 虽然自己拿他没办法 如果现在不去支援其他异军 等清军打到福州时 他别人也不会前来相救 此时的郑之龙还不想彻底和皇帝翻脸 无奈之下选择出兵 兵分两路 一路由郑洪奎率领去接应鲁坚国的军队 一路由郑采带队去接应建昌和福州 虽然郑之龙答应出兵 但心里是极不情愿的 于是一路上磨磨蹭蹭 两路队伍到了边境关口就不再前行 为了不落人口时 让文官弹劾 郑洪奎直接关闭了关口 不准文臣出入 后来清军前来镇压建昌和福州起义 郑采不但没有前去援助 反而退到福建境内 任由建昌和福州的起义军被全部歼灭 消息传回福州 朱玉建得知郑采的行径后 当即消去了他的爵位 后来郑洪奎手下大将黄克辉 面对清军的时候 居然不战而退 朱玉建通过这些事情 彻底看透了郑氏集团的心思 从此对他们不再抱有希望 此时龙武政权的局面 似乎是一个死局 朱玉建也没有很好的办法 进行破局 任凭你权力再大 只要手里没有军队 权力只不过是一张白纸 就在朱玉建山穷水尽之际 湖北巡抚赌印熙带来了好消息 原来他和大顺军残部联系上 并有希望结成联盟 此前大顺军和清军谈判的时候 赌印熙就一直在留意他们的动向 当田建秀等人率领大顺军前往荆州 赌印熙知道机会来了 于是他亲自北上联络 辗转来到松资县和大顺军见面 这一路不辞辛劳 跋山涉水 让大顺军将领们非常感动 于是双方决定摒弃前嫌 携手合作 当赌印熙把消息传回福州市 朱玉建大喜不已 有了大顺这十万残兵 未来在谋求北伐的时候就简单多了 虽然朱玉建同意接收大顺军 但朝堂上其他人并不这么认为 以蒋德、陆振飞为代表的老派官员认为 李自成是刘寇出身 而且亲手毁灭了大明王朝 南明和大顺是不共戴天的关系 坚决不能携手合作 而另外一些新生代官员则认为 非常时期应当采取非常手段 为了对付满清 应该放下历史包袱 实际上 朱玉建心里早就想接纳大顺军 只是需要有大臣们提出来 最终朱玉建决定放下历史包袱 接纳大顺军 后来 大顺军被编入中真营 赐名李锦为李赤新 加封为新国侯 赐名高一公为高碧正 中真营归赌印稀节制 至此 朱玉建算是有了自己真正的军队 长期处得压抑之中的他 算是见到一丝光亮 于是 他决定 进一步摆脱郑之龙的控制 要想摆脱郑氏集团的控制 就必须开疆拓土离开福州 1645年11月 朱玉建在福州召开了事实大会 宣布自己将御驾亲征 以显示光复故土的决心 为此 他任命郑鸿奎为左先锋 率军进入浙江 郑采为右先锋 率军进入江西 朱玉建之所以这么安排 并不是真的想进入浙江或者江西 他只是想把正式集团支开 他的真正目标 是进入江西南部的赣州 在那里建立新的根据地 从地图上来看 赣州地理位置非常优越 进可攻退可守 赣州东街福建 南靠广东 西边紧挨着湖南 同时 与湖北一带的赌印西遥相呼应 坐镇赣州后 便能对武昌形成夹击之势 拿下武昌并不难 后续还能与浙江的鲁坚国形成合力 将浙江西部的清军消灭 占据杭州 如此一来 联合北上伐清 攻取南京 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如果龙武朝廷的兵力 都能听从朱玉建的调遣 实现这个计划还是有可能的 但现实情况是 各地军阀拥兵自重 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 现在只有江西总督 万元吉和湖北的赌印西 是真心实意地支持朱玉建 希望能帮他完成光复故土的大印 对于皇帝打算离开福州这事 郑之龙是非常反对的 如果皇帝走了 他在朝廷中的重要性 必然会大大降低 只有把皇帝留在身边做傀儡 才能达到邪天子 以令诸侯的效果 所以 郑之龙无论如何 也不能让朱玉建离开 但又不能把皇帝软禁起来 为了阻止朱玉建离开福州 郑之龙可谓是费尽心思 他先是以其他地方不安全为由 奉劝他不要离开 后来又组织了上万名百姓 跪在朱玉建面前 以道德绑架的形式阻止他离开 但朱玉建心意已决 当他抵达建宁县 距离江西边境不足百里的时候 郑之龙又派人从中作梗 朱玉建不得不在武夷山一带停留 就在朱玉建还在为离开福州发仇的时候 赌印西已经集结军队 准备对荆州的清军发起围剿 因为有大顺军的加入 中阵营实力大增 再加上赌印西 李锦等人指挥得当 很快便消灭了荆州周边的清军 直抵荆州城 看到来势汹汹的南明军队 荆州总兵马上向武昌的湖广总督 铜仰河搬救兵 自从阿基格大军撤退后 此时的铜仰河就是光杆司令 根本无力持援荆州 但又不能轻易放弃荆州 一旦荆州失守 武昌也将门户大开 如果武昌也失守 那么南京就危险了 想到此处 铜仰河赶紧向驻守南京的平南大将军 勒克德魂般救兵 后者也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 马上率大军从南京出发 逆流而上驰援荆州 不怕神一样的对手 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面对勒克德魂的支援 赌印西一直在等河腾交的侧影 只要河腾交能及时赶来 就能将前来支援的清军一起击败 但河腾交实在是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河腾交尽管答应与赌印西一起联合侧影 但一路上走得磨磨蹭蹭 一百多里路的行程 硬是走了半个多月 到达香烟后 河腾交就停止不前 给出的理由是 属下正在去买马 马买来之前不能参加战斗 只派马进中王允才 在越州观察洞下 就在河腾交磨磨蹭蹭的时候 勒克德魂率领大军一路狂奔 很快便到达武昌 随即兵分两路 他命令护军统领博尔会南下越州 组织马进中王允才等人 他本人亲自率军奔赴荆州解围 本来博尔会的任务 只是延误马进中等人南下 而马进中听闻清军前来 吓得闻风丧胆 直接弃城逃跑 博尔会本来领的是防守任务 如今一看马进中闻风而逃 于是果断追击 不费吹灰之力就拿下越州 河腾交看到马进中等人仓皇而来 忙问发生了什么事情 后者为了顾全自己的脸面 居然谎称清军主力正在经过越州打算南下 河腾交听完顿时大慌 带着全体部队以最快的速度撤退 回到长沙后准备防守 抵御清军的全面攻击 而博尔会没有带太多士兵 半路就停止了追击 此时的赌印西还在等待河腾交的侧影 因为河腾交擅自撤退 导致赌印西攻取武昌的计划全面破产 而且他们此时还要面对勒克德魂的持援 形势十分危急 由于退路已经被勒克德魂切断 此时的赌印西已经无法撤退 只能硬着头皮攻城 只有拿下武昌城才有活路 但勒克德魂的到来 让双方军事产生了变化 在武昌总兵吴四维和勒克德魂的李应外合下 赌印西和李锦率领的中贞营遭遇大败 在混战中 赌印西和李锦得以侥幸逃脱 前者撤回到常德 后者被逼入三峡地区 而田剑秀、吴汝毅等人 则率领兵马向清军投降 清军只接受了他们的士兵 然后把田、吴两人处死 荆州战役的失利 浇灭了朱玉剑北上光复故土的希望 同时也不得不向郑之龙选择妥协 再次回到福建 暂时驻扎在延平府 就在南明仕途北上的时候 朱尔滚也开始重新制定南下的策略 1646年2月 朱尔滚任命伯洛为征南大将军 率一万多人南下 经过三个月的长途跋涉到达杭州 此时正是乾塘江的枯水期 但伯洛带的人不多 就没有贸然渡江 他采取的是炮击策略 数百门红衣大炮 对准乾塘江对岸的守军 炮声一响 对面的守军将领方国安就慌了神 立马选择了逃跑 其实 当时乾塘江一带的南明军队并不少 但因为方国安一跑 其他士兵们都慌了神 群龙无首下作鸟兽状散去 于是 清军不费一兵一卒 就顺利渡过了乾塘江 失去了乾塘江的庇护 鲁坚国所在的绍兴 就变得非常危险 朱尔滚见状不妙 当天就从绍兴仓皇而逃 最后从台州入海 继续寻找下一个根据地 方国安 阮大成见势不妙 率领将士们投降了 而张国为不想投降 最后自杀身亡 方国安投降之后 浙江政权只剩下王之仁 能与清军一战 但他没有选择与清军正面硬杠 而是准备逃往周山避难 他事先和驻守周山的 黄斌青打过招呼 对方也没反对 黄斌青是朱玉剑派来 驻守周山的 而王之仁此前是 朱以海的部下 两者实际上是各位其主 当王之仁来到周山后 黄斌青先是假意欢迎 然后把王之仁的物资 传之全部没收后 又把他赶出了周山 心灰意冷的王之仁 没有继续逃往 而是要了一艘船直奔吴松口 此时吴松口是清军占领的区域 他此举无异于是送死 实际上 王之仁就是想来送死 当前明降将红成仇 前来迎接他的时候 他不但没有领情 而是大骂红成仇是汉奸 最后被处死 他之所以选择来到吴松口 是因为这里以前是大明的地盘 作为大明的臣子 他想死在大明的土地上 王之仁的死 并没有阻挡清军的攻势 不久后 清军接连攻陷了金华 徐州 严州等地 鲁建国建立的浙江政权 已经名存实亡了 整个浙江都在清军的控制下 但此时的清军 并没有急于南下攻打福建 而是想把赣州拿下来 之前 朱玉建非常看重赣州的重要性 和他有同样想法的 还有清军大将金生桓 如果能把赣州拿下来 就能断掉南明的首尾相接 进一步消灭南明 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金生桓领命攻打赣州后 便率兵前往 轻松拿下了赣州的第一道防线 吉安 吉安失守后 赣州就变得岌岌可危 稍有不慎就会被攻陷 察觉到事情严重性的朱玉建 号召各地派兵前来驰援 用尽一切代价 也要保住赣州 不久后各地兵力均往赣州进发 没过多久 赣州的守军人数已经达到四万之多 但这些士兵来自不同地方 来源和成分非常复杂 有正规军 也有土匪流寇 也有新加入进来的新兵弹子 因为军队成分过于复杂 时间一久便会生出矛盾 此时最好的方案是 趁清军主力部队到来之前 先出去打一仗 增加一下凝聚力 但守军主将万元级 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而朱玉剑不能及时到达赣州 四万守军看起来很多 实际上是一盘散沙 按兵不动的万元级 想等金生桓到来决意死战 现实总是残酷的 在装备齐整 士气高昂的清军面前 赣州城不堪一击 被金生桓轻松拿下 被朱玉剑寄予厚望的赣州城 还没来得及战上历史舞台 便被淹没在炮火中 拿下赣州后 清军的下一个目标直指福建 早在清军进攻浙江之前 伯洛 红城丑等人 便派人暗中联系了郑之龙 本来只是有早没早 打一杆子试试 没想到郑之龙的态度 让伯洛喜出望外 郑之龙明确地表示 愿意归降满清 当时郑之龙向清军承诺 自己的军队遇到清军后 会选择一路撤退 为了进一步表达诚意 他还擅自让镇守仙侠官的 施天福撤退 而仙侠官是福建的屏障 此举相当于 为清军大开方便之门 就在郑之龙和伯洛 暗通有无的时候 朱玉剑已经知道了 郑之龙的打算 此时的他已经心灰意冷 不再想着光复大明 而是祈求郑之龙 能够带他一起走 但郑之龙没有同意朱玉剑 但也没有把他 当作投名状送给伯洛 郑之龙之所以 没把朱玉剑交出去 一则是因为朱玉剑身边 有些将领不愿意归降 处理起来比较麻烦 二则是因为郑之龙不忍心 拿朱玉剑来讨好满清 为自己招致千古骂名 出于种种考虑 郑之龙把朱玉剑抛下了 被抛弃的朱玉剑也方寸大乱 他打算到湖南投靠河腾交 以谋求东山再起 于是带着后宫嫔妃和金银戏软 往长沙投奔 由于携带的东西太多 行军速度非常缓慢 在半路上被清军追上 当时朱玉剑身边只有500名士兵 在众人掩护下跑到了廷州 次日清军追到廷州将其截杀 立志光复故土的南明君王 壮志未酬便和他的江山绝别了 朱玉剑的死亡 标志着龙武政权彻底覆灭 当清军抵达福州的时候 龙武一朝的大臣们 有的选择投降 有的自杀殉国 伯洛处理完这些事情后 就留在福州 等待郑之龙前来受降 虽然此前伯洛已经和郑之龙谈妥了投降细节 但这中间存在很大的变数 因为伯洛承诺给郑之龙的条件根本实现不了 当时为了招降郑之龙 伯洛私自夸下海口 承诺归降之后 爵位官职至少比现在晋升一级 此时的郑之龙已经是侯爵 在网上就只能封王了 这件事有难度 但并非不可能 此前 吴三桂 孔友德等人 就被封为了王爷 伯洛还答应郑之龙归降后 让其继续掌管福建 而且福建一带的税收 依然归郑之龙掌管 到时候 只要适当地给朝廷缴纳一部分即可 实际上 能否让郑之龙封王 伯洛是做不了主的 答应让其掌管福建的税收 就显得更夸张了 郑之龙显然是知道此事的 但碍于此前的形势 他还是答应归降 但一直没有放弃兵权 想等伯洛兑现承诺后 再做决定 如今 郑之龙已经给足了诚意 就等伯洛来兑现承诺 摆在伯洛的现状时 既无法兑现承诺 但又要招降郑之龙 为此 他泼花了一番心思 伯洛先派人到郑之龙的老家安平 进行施压 然后 又让郑之龙的至交好友 郭碧昌前去招降 就在郭碧昌和郑之龙会面之时 后者得报 安平遭到了轻军攻击 郑之龙听到消息后 又害怕又愤怒 他质问郭碧昌 既然已经打算招降我 为何还要攻打我的老家 不久 伯洛派人传来书信 对攻打安平一事做出了解释 表示是手下部将私自行动 现已责令他们后退三十里 不得擅自行动 同时还委任郑之龙为敏岳总督 协助清军评判两广区域 然后当务之急 是请郑之龙前往福州 商讨他的人事安排 郑之龙看完书信后 喜出望外 准备带着心腹 前往福州商讨具体细节 就在他得意忘形之时 他的儿子郑成功出面 进行了阻拦 郑成功想必大家都很熟悉 他本名郑森 1624年出生于日本 母亲是日本人 郑之龙接受大明昭安后 才把他们母子安置到南平老家 1644年 郑成功进入南京国子建深造 朱玉建对郑成功异常喜爱 当时朱玉建时候 要是自己有女儿 一定把他召为驸马 后来 朱玉建封其为忠孝伯 玉营中军都督 并赐国姓朱 为其改名成功 此举虽然有笼络 郑氏集团的意思 但朱玉建内心 对郑成功是非常认可的 对于朱玉建的厚爱和赞赏 郑成功始终莫尺难忘 他始终反对父亲 向清军投降 但作为人子无法阻止 如今见郑之龙即将走入 伯洛的圈套 他选择阻止自己的父亲 事实证明 郑成功是非常理智的 此后 郑之龙父子进行了一场 激烈的争吵 郑之龙认为 现在已经是满清的天下 继续反抗下去 无异于以卵击石 选择投降 起码还能保留 福建这块安身之所 但郑成功不这么认为 他觉得 只要失去了兵权 郑家会变得一文不值 虽然他不知道伯洛葫芦里 卖的什么药 但郑之龙此行 必定凶多吉少 尽管郑成功 把道理说得非常明白 但郑之龙就是听不进去 于是 不顾郑洪奎和郑成功的劝说 带了几个儿子 和数百护卫 到福州和伯洛见面 而郑成功与郑洪奎 带着郑彩 郑连等人 退守到金门一带 继续招兵买马 进行抗清大业 郑之龙抵达福州的第一天 伯洛进行了盛行款待 但没过几天 便和他撕破脸皮 之前承诺的事情 一个字都没提 郑之龙知道 自己已经上了当 在海上横行多年的郑之龙 本应该是个狠角色 可此时 他为了求生 对伯洛极尽谄媚 说自己还有利用的价值 把他留在福建 还能说服自己的儿子投降 但伯洛根本不相信 郑之龙的说辞 等把郑之龙的军队 慢慢收编 移送到北京后 郑之龙被编入 汉人郑红旗 被封为一等旌旗 尼哈藩 与当初承诺的封王相比 可谓是天壤之别 一带海上大盗 最后 竟落得个如此屈辱的结局 成功收编郑之龙后 伯洛露出了凶狠的獠牙 对郑之龙的老家南平 进行了疯狂的进攻 郑成功的母亲 也被清军凌辱 最后选择了自杀 母亲死讯传到金门 郑成功差点咬碎了牙齿 从此以后 他和清军势不两立 永远不可能有和解的那一天 整个郑氏集团 除了郑之龙和郑之豹以外 其他郑家子弟 全部投入了抗清大业 郑之龙本来抓了一手好牌 结果打得稀烂 此时在海上漂流了一段时间的 朱以海 想找个落脚之处 他先是跑到周山 寻求黄斌青的庇护 但后者果断拒绝了他 黄斌青清楚 自己没有邪天子 以令诸侯的能力 而朱以海 也不是干实事的那块料 让他留在这里 只会自己增加负担 而且 黄斌青是朱玉剑的旧臣 虽然皇帝已经死了 但他仍然心怀感恩 一直对朱玉剑念念不忘 打心底里 无法接纳朱以海 再者 黄斌青在周山岛上 就是土皇帝 所有一切都是自己说了算 如果把朱以海留在这里 相当于给自己 请了一个祖宗 由于朱以海短期内 没找到安身之处 黄斌青也没有强制下达逐客令 让他在岛上留了一段时间 后来 郑采来到了周山岛探查敌情 无意中得知 在这里赞助的朱以海 他觉得后者的身份 或许有利用的价值 于是把他带到厦门 让郑成功决定如何处理 朱以海本以为在这里 能再次被拥立为坚果 没曾想 郑成功对他根本不感兴趣 随后 把他安置到长远 至此 福建沿海一带成了郑成功和南明残存势力的抗清大本营 虽然满清已经掌控了绝大多数地盘 但此时乾坤依然未定 局势还在来回反转 请不吝点赞助